在星海珍巴厄的世界裡 如果不能夠多一點球組玩家 那就要有人生共分了 各位觀眾朋友 橘子熊對上的是熱身鋼鐵人 即將要進行的是 星海珍巴厄的交手了 我是徐展元 二在我身旁為您請到的 再次講評是 前蟲王 SoBei 張宣奇 SoBei 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SoBei大師 這個很多的觀眾想問說 為什麼你每次介紹的時候 你是SoBei就SoBei 為什麼後面要加個RUSH 你很急嗎 要去快攻嗎 為什麼加個RUSH 好 因為那是我們戰隊 戰隊是不是 對 那是我們業餘戰隊 業餘戰隊的這個名稱 對 那大家對我的大部分 因為我家的戰隊是 所以大家對我的手機就是整個IP SoBeiRUSH RUSH就是快攻那個 很早期這樣子 SoBei衝這樣子 衝啊 好快衝這樣 什麼時候衝低就對了 或有戰隊就對了 銀絲結盪這樣 對 沒錯 對 不過他們那個戰隊真的很強大 就是了 以他為首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關心一下 目前的星海爭霸的戰績 越來越接近了 因為呢 桃園噴射的機隊呢 在今天喔 4月24號 稍早之前 輸的之後 輸給的是華爾斯巴德之後 目前是四勝兩敗了 這也取得要約太陽神 以及樂生鋼鐵人 待會要出賽的日分鋼鐵人 都有機會追上去 因為這兩隊目前都是三勝兩敗的成績 華爾斯巴德則是兩勝三敗 橘子熊則是一勝四敗 橘子熊也是要多加油了 好 接下來就要來介紹的是 今天要出賽的 樂生鋼鐵的總教練 帕克教練 姚金榮教練 我介紹的 星海爭霸的第一棒是 FZJ啊 父爺 父子家選手 仁族的選手 今年28歲 戰績是兩勝三敗 不過他已經有兩場沒有出賽囉 休息了兩場的比賽 第二棒介紹的則是 隊長輝 袁錦輝選手 神族的玩家25歲 七勝三敗的成績 聯盟排名第一名的選手 第三棒介紹的則是 我們的珍寶 紅族選手 蔡俊柏選手 今年26歲 兩勝三敗 不過最近是 兩二連勝之後 吞了三連敗 接下來則是 橘子熊隊的帥哥教練 四葉教練 章魚教練 神族的玩家 今年28歲 第一棒介紹的是 我們的帥哥 他是不是叫我們不要講他中場 應該是 克拉利 五勝三敗的一個成績 林以中選手 今年27歲 現階段三連勝當中 第二棒介紹的則是我們的 破碎神妙 破碎神妙 也是一張四人經典地圖 四人地圖 那需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二況非常好搶 那中間只有一個涼望台 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開局之後 點位會是非常關鍵 是不是一個禁點呢 是 那這場比賽 橘子熊隊是由 克勞力 克勞力 克勞力先生 對上的是 父子家父爺 那這也是克勞力 他過去 比賽當中 他第一次打頭陣 就是打第一戰 第一次打頭陣 嗯 那目前他是五勝三敗 三連勝 他這個三連勝呢 贏了人 贏了蟲 贏了神 都有贏過 都有贏過啦 那父子家 FZJ呢 是有兩場沒有出賽的 目前是兩勝三敗的成績 出身點位 對點位六點鐘方向 這是橘子熊 克勞力 克勞力選手在六點鐘 藍色的神族 所以橘子熊是藍色的 是 那十二點鐘方向 這個紅色人類 這位則是熱身鋼鐵的富爺 FZJ 這是一個遠點喔 遙遠的距離 這兩隊呢 在本賽季已經交手過一次了 是在3月20號 一個多月前 當時熱身鋼鐵人是以3比2 一分顯勝橘子熊 是 那當時呢 Crowley是輸給了Power 那個人族的玩家 然後贏了輝 那富梓家 FZJ是輸給了Hero 然後第五場呢 贏了Hero 對 這第五場 富爺專門 專門贏最後一場的喔 他打過兩次的最後一戰 第五戰 好那現在 神打人這個開局有什麼特別的嗎 目前喔 目前這個開局喔 還算是 還算都很正常 正常了喔 工兵現在出門去尋人喔 那Crowley這邊連尋都還沒尋 尋都還沒尋 尋都還沒尋 有啦 剛出門了 有啦有啦有啦 人家有出門買菜嘛 對 一個探測機 好現在出門了 對 都先尋到自己的經典點位喔 但是應該都是找不到人的 嗯 因為這個 富翠神廟 賽平搜備有講的喔 經典的四人地讀啦 那個點沒有 那應該就知道是在 對就會尋到了 12點 我們一般來講 除了自己在尋找 我們可以從對方工兵到我們家的時間 來做判斷 就說喔 這個時候來那應該是 大概在哪個點位這樣 喔 它總共 腳程速度可以出算一下對不對 對 可以稍微評估一下 搞不好在外面晃了半天這樣 對有可能為了防大招 繞了一圈這樣子 對 看到啦 先打個招呼 看得很清楚啊 我們看到了 機械控制核心還有瓦斯場 這邊也來了 看到人類了 神族這邊比較辛苦的時候 我們看到對方的病要趕快跑 對 因為 哎呀被發現了 哇那邊沒有路 對 他想藏起來 有沒有他這工兵是想說 我旁邊藏起來 等一下再摸進去偷看 好那現在雙方都看了一下 大家先評估一下 局勢 雙方都是一個正統的開局 沒有什麼意外 考了一下瓦斯場 是 對啦 現在為什麼都要先講一下 開局有什麼特殊的嗎 因為其實 那就待會那一場了 OK 谢谢大家